原标题 一发起后 七十二团在霍县大沟打了一个胜长 团长扶先挥复伤 之后他住院违规 战斗由政委张文斌代为指挥 当日霍县之敌第六十九师兵分三路向七十二团进反 张文斌接命令后 迅速带着部队隐蔽在公路旁的一个山沟里 结果吉仙宗兵没有发现 大队伍仍然正常的前进 当他们进入伏击圈后 张文斌立声喊 二营在敌先头部队过去后 忽然发起冲锋 随之他们不偏不倚 竟然一下就冲入敌指挥机关的那一群人中间 这是敌军的一个团部 敌人被战士们一冲 立即上下混乱不堪 战士们奋勇出击 在混战中 打死了敌团长 升服副团长 敌人的山炮还未卸下来 就成了七十二团的战 力品 这次战斗 在张文斌的指挥下 七十二团毕伤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 升服敌副团长以下五百余人 缴获山炮四门 海基炮 小炮二十门 还有不少美国刚运来装备他们的首提冲锋枪 这种美式冲锋枪很轻 警卫人员都愿被等 张文斌下令 所有的警卫员 一人发一支 战后 他还特意拿了一支手提冲锋枪 来到医院 送给富商的佛先辉团长 陈更获知张文斌指挥的这一仗时 特地把他叫过来 仔细询问了冲击敌指挥机关的经历 最后 高兴的说 仗就应该这么大 你这个政委当得不错 张文斌黑黑笑着说 这一仗太碰巧了 二人一个冲锋上去 就干掉了敌指挥机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